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佳瑞 最近是怎樣? 暑假到了開始紛紛有這種驚悚片上映是不是? 對 佳瑞最近就是參與了 我們會不會太那個太真實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剛好辦記者會 然後就想因為他們有故事 所以就想說順便就來聽一下這個佳瑞的故事 佳瑞準備了三個故事對不對? 嗯 好那因為佳瑞本身是演員齁 你拍的都是這種驚悚片嗎? 大部分都是 其實也有拍一些青春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這種片 然後目前上映的也都是這種片 對 這種到底是哪一種片? 就是比較驚悚恐怖的 對 然後甚至十八鏡的血腥片這樣子 好那聽說就是佳瑞在拍戲的時候 遇到蠻多這種靈異的故事 其實有大部分都是拍片遇到 真的是發生在我本人身上的 嗯 那時候其實就是拍完片的時候 我回家已經兩三點了 然後通常這個時候我們都是很內 我們就常說喜歡早用用的趕快睡覺 就是借住朋友家 三四年前 喔 所以還是可以知道是哪一部片 剛好也是拍片 對然後我們也是在山裡面拍 在台北 喔台北了 台北沒幾座山欸 我們還是在廢墟 就是有一個在一個真的火燒過的廣播電台 好像在新北 所以拍到半夜兩點 對我們那時候基本上都是翻盤拍 然後拍到大概兩點多三點多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因為住朋友家 我通常都會小心翼翼就是腳步放輕 隔天我就是收到就是媽媽打電話來罵 因為我是接住在別人家 然後她覺得我吵到她 是因為我們半夜在跟別人講電話 喔所以妳那個朋友還打電話罵妳說 不是 她其實算是就是媽媽的朋友這樣子 喔 對 然後妳媽媽知道說妳打擾到人家 對然後跑來就是念我 那她罵妳什麼 她就說妳為什麼妳三天半夜在跟誰講電話 後來是我就說沒有 因為這件事情完全沒有發生 因為我是用完就睡覺 截圖我所有對話記錄 那一天幾天幾分我就趕快截圖給她看 我就說我真的沒有跟任何人講電話 可是當下妳還住在那裡嗎 後來就是拍完之後我就搬走了 但妳媽媽罵妳的時候 妳還是繼續住在那裡 剛好最後一天 喔最後一天 對 我後來去收警 因為她說是真的聽到說 有人在講話的時候 就是她的時間點大概是四五點吧 但有可能是鄰居隔音太差嗎 不可能 因為她們家有養狗 通常我在外面也聽不到鼓叫聲 所以還是就是自己房內穿來的 對真的 而且是我房間 她就是走到我房門口 有聽到我在講話這件事情 真的啊 那妳去收警之後妳有問師傅什麼嗎 還是就是 我沒有我就是純粹收警 我也不敢問她 因為我自己其實很怕這種事情 搞不好是她們拍完片 剛好跟妳回去 嗯 對但好像也沒有什麼惡意 我覺得應該就是我們都是保持尊重的態度去對她們 但妳們拍這種片有需要就是有 因為這個應該也是拍的蠻恐怖的吧 對 她是在哪裡拍的 我們其實蠻多場景的耶 就是在包含雨凡的家 就是在家裡面 然後我們也有在西店的深山裡面 因為妳常拍這種有什麼這種禁忌 或者是拍完之後要做什麼儀式才可以保自己平安 有耶我們現場都會用一個紅包袋 就是劇組都蠻貼心的 這不是更恐怖嗎 可是這紅包袋就是裡面要裝錢 然後妳拍的過程中妳一定要放在身上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妳是 那一天拍完我們就是要回家前 一定要去把那一塊錢花掉 喔好像是這樣子耶 對然後我還會就是到人多的地方走一走 超商什麼之類的 我之前有 對一定要人多的地方 對因為我一開始拍這個單元的時候 也有人跟我說妳這種結束之後不要直接回家 可以去苗肘肘或者是去便利超商之類的 對而且我自己身上都會大概四五六個平安服 這個劇組也很專業在拍這種片是不是 對對其實大家都是蠻貼心 也會想要保護妳的安全 畢竟我的角色又是比較屬於是上限的狀態 有被附身的橋段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惹怒他們耶 應該是服務耶 對 第二個故事其實是 就是在我剛說的 新店深山裡面發生的事 是拍這部片的發生的嗎 對 去年 兩年前 這部片是兩年前拍的 然後那時候是在 我們就是有一場大亂鬥 然後我們在新店深山裡面拍 書畫間外面就是有一個 類似落地的 完完全全就是玻璃鬼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娃娃 可是她的娃娃不是像我們看到可愛的布偶娃娃 而是真的就有點像是安娜比爾的娃娃 所以她書畫間是臨時在廢墟搭一個書畫間 她不是她是營區的一個一棟樓 就可能是家住家 我們只是把書畫間放在那邊 我們是在拍詩玩的戲 那個娃娃就是 大家看到都不敢講英文 就是不會去特別去提到 對就是我們不會去講 但大家都感覺有這種 就是可能很詭異的感覺 對就是看得出來 就是真的是 比較長的就是 就是不是我們一般會比較東西的娃娃長得很未完 對 然後後來是旁邊有工作人員 就是在最後一天忍不住 她就有跟我說 她就說 欸不覺得這娃娃長得其實很可怕嗎 但你們應該說 對會這樣覺得嗎 沒有 我們就 我們就點頭 然後我們就趕快 就是趕快運動場那時候在忙 對 然後結果過沒多久她就跟我說她同意了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是 因為我們是斑斑拍 就想說她應該是 頭暈滴血糖 我也沒有 太累 對我沒有覺得怎麼樣 然後是後來 我們開出營區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 一段路程 我們要往上 然後她才能出這個營區 她一跨過那個門的時候 她就當作 真的是一直吐的那一種 結果後來我趕快又回現場 就是請宗教指導幫我們處理 然後她就說 你是不是剛剛有講不敢講的話 天啊 然後她就是用法器 就是也是 宗教指導都是找專門的 專業的這種法師 對 幫她處理 然後就是看她的眼睛 然後她就從她眼睛的那個寫絲裡面 有看到黑點 我上禮拜錄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法師跟我說 如果人的眼睛有黑點 就代表是 你現在可能是被煞到 或者是你現在被下骨 才會有黑點 對 而且不是左眼的 她連右眼都有 我那時候 妳也有看到嗎 我也有看到 我是親眼看到 因為是我陪著她 回去找宗教指導的 然後我就是 就是看到她那個影片 然後我就趕快看自己的 因為我沒事 對 那有馬上幫她處理嗎 馬上幫她處理 然後就也好了 現在也平安健康 所以黑點也消失了 也消失了 但是她不是馬上消失欸 她是過一段時間 她好像是會慢慢消失的 對 其實不管是什麼行業 好像對好兄弟們都要尊敬 保持尊重的態度 對 也不能說 當下那個狀況 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其實 如果真的沒有講 她不會去害你啦 妳朋友發聲的 對 聽說很精彩 我自己很愛跑 我覺得跟我們這裡 也有點像 就是一些禁忌 像我們這次化解就是 盡量不要把八字交給別人 這是你們的這個slogan是不是 也不是啦 但是我覺得很 但是真實生活中 是不能這樣的嗎 你說八字嗎 就是妳幫我看一下八字 或什麼的 我覺得盡量不要 就是八字給別人 等於是說她可以 對你做任何事吧 對 就是她也可以給你 嘗到天頭 再來害你 大家知道了嗎 可是我自己連八字都不知道 都特別去刷 這是 也是真實的 發生在我 還有我身上的故事 嗯 我那時候聽的當下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不舒服 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會玩 筆仙跟蝶仙 沒有很多人你們 哈哈 我部分的人 就會很想要挑戰這一些 然後我們玩的那個是 叫做悔抓人 然後它其實是在一個 正方形的空間裡面 一定要四個角落 然後你一定要關燈 鎖門 欸我好像有聽過這個故事耶 然後你一定要倫巴圈 就是一個去接下一個 對 然後你的願望就會實現 聽說就是 只要你輪到那八圈 就是有人會幫你去實現這個願望 然後他們就是四個人去玩這個遊戲 他們就一個人站在一個角落 然後他們是玩到了第五圈 他們覺得不對勁 全部的人開燈 然後趕快開門走出去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一圈都不可能完成的遊戲 真的嗎 因為這是四個人嘛 你看這是四個人 當你第一個人去到第二個的位置 第一個人身上就沒有位置了 對啊 但你一定要碰到下一個人才能出發 對啊 所以我第二個人碰到第三個人 第三個人碰到第四個人 欸 第四個人碰誰 第四個人碰誰 他們怎麼玩到第五圈的 我現在脫皮發麻欸 所以他們到第五輪才發現說 他們第五人是覺得怪怪的 他們沒有看到什麼 但是他們就是覺得怪怪的 但是他們確確實實的 有感受到身體碰觸的 才能出發 所以他們是真的有人碰到那個人 那他們再插三圈 願望就能完成了 對 就是玩這種 跟靈界的遊戲 那你就是要碰到他們 那你玩了又碰到他們 又在那邊 講說好恐怖 那不就是你要玩的嗎 你就要承擔這種責任啊 那是自盡自找 對 所以你朋友很白目欸 幫我跟他講一下 好我們會 那請你自己看這個片 我們還是要尊重 對啊要尊重啊 我們自己尊重 嗯 問到第五圈結束 有發生什麼 厄運之類的嗎 我是聽他講 然後他是沒有 可是是他的朋友 好像就是有住院一個月 可是好像是身體不好 還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 可是也有一方面是說 如果你剛好正是在一個 時運最低的狀態下 然後又去觸犯到這些的話 可能就更容易 對 這樣子 讓自己不舒服 不推薦各位觀眾朋友玩 但是如果你要玩 那你就要承擔這些 你會玩嗎 我不會 我好怕 我好擔心 那你怎麼敢接這種電影 為了生活 那拍攝的情況 有幾個 是讓你 讓你這一度覺得很恐怖的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場景 都蠻恐怖的 而且其實在每個 因為我們場景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基本上 每個場景都有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有請宗教指導來幫我們 就是處理一下 但是宗教指導也有說就是這個場 自己小心 那你們每次開拍都會有什麼拜拜 什麼之類的嗎 我們一定會有就是開公拜拜 其實我們這次就是到各個場景 我們都一定要跟場主跟天啊 就是都會拜 然後會拜奎爺這樣子 祈禱拍攝順利 然後也希望能夠就是 大家一起使用這個環境 然後大家和平相處 好那我們最後請這個 佳瑞再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部電影 我們從頭到尾都還沒提電影的名稱 有化解 我們大概只有拍到結而已 我們大概只有拍到結而已 化解 化解 化解就是一個改編字小說 然後小說其實它也是改編真很真實的故事 我覺得它裡面不只是靈異的恐怖 其實也有在講人的執念 還有人的一些想要 為了要去得到目的 然後負責一切手段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也是很恐怖的 6月21日在全台上映 大家記得進電影院幫我們支持我們的化解喔 好 那今天謝謝佳瑞來這個SINGLE 分享故事 那如果你自己有這種超市人現象的話 也可以在我們的資訊欄點到我們的這個 電子郵件 然後就可以投稿你的故事 我們會有小幫手去回覆你 好聽說這是你們首映的電影票是不是 對啊很恐怖欸 我以為是精子欸 也太恐怖了吧 好啦那祝你們電影大賣囉 謝謝謝謝 好那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掰掰